11号下午台山乡村振兴大型宣传活动 美丽台山我的家走进海燕 通过台山融媒APP的现场直播 许多网友在线对海燕镇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果 和美丽乡村大蜕变进行点赞 直播中海燕镇委书记李志勇 镇长吴嘉峰作为受邀嘉宾 在访谈中详细讲述了 海燕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思路 目前所取得的成果 畅谈未来发展蓝图 直播还现场连线 海燕五丰村第一书记陈青灿 五丰村村名陈千伟 南丰村香料文化体验馆馆长许惠玲 和隔村村委会书记罗达佩 富贵族加工厂厂主等代表 讲述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 切身感受到的变化 近年来海燕镇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移居 乡丰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取得了明显成效 其中包括开设海燕镇 五丰村善荣抚平直播间 创建生态移居美丽乡村 落实抚平帮扶措施 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和乡村休闲旅游 扶持东南亚特色民宿发展等 海燕镇在深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 以产业兴旺为抓手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积极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农业大振向农文旅融合发展强振转变 走出一条具有海燕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乡村振兴工作方面 我们下一步要从五个方面要做好 一个是一点待面 把全这25个村区做好 第二个是要补齐短板 把一些相近短板补上 第三点是要选择产业 第四个是要批育好人才 引进人才 第五个是要建立一些 长效的一个管理机制 这样把海燕建设成一个生态移居 让群众乐居安居的一个地方 本台记者廖宝成报道